同样也猜出了无名火药来关键是云林北港新龙街一处透天错就在昨天中午时间惊传民宅火警 当时事先突然蹦的一声传来了爆炸巨响 邻居见证是立刻通报消防队 幸好呢消防队获报斗场之后呢五分钟之内立刻控制住火室 只不过事后进入到屋内来搜查却发现一名年约八十岁老妇人 疑似是吸入过多的浓烟 呛晕倒地紧急送医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还要再调查离情 民宅外墙被烧到焦黑 屋里头还不断冒出浓烟 消防人员进屋搜索 发现屋内竟有民众受困 年约八十岁老妇人已被浓烟呛晕倒在一楼 消防人员紧急CPR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火警发生在二十四号中午十二点多 云林北港新龙街上 附近住户表示 当下听见碰一声疑似爆炸声响 查看时发现火势猛烈 吓坏急忙报警 火警传出爆炸声 同时住屋7楼也飞出许多杂物 疑似瓦斯气爆酿祸吗 不过民众驳斥 火警造成八旬富人受伤 至于整整事故原因人带火掉小组进一步厘清 解放忠诚与您报道